我們進到這個簡報的第86點 我們來玩一下 這個是四本同學最喜歡玩的 也是小朋友最喜歡玩的 因為你可以做動畫 好 但是呢 要麻煩你先幫我們準備幾個東西囉 這裡 開發板以外 這個板子拿出來 然後呢 因為他會用到五隻 五個角 所以 我們還需要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稱作杜邦線 那麼在各位的盒子裡面呢 杜邦線 有分兩種 一種是公公 一種是公母 我們需要的是公跟母的 所以你會發現一邊的頭是這個 一邊的頭是尖的 你找母條 你們的應該已經分分離析了啦 所以我有寫過一間部落格 到底要用這種 面條形的 還是要一根一根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一排的啦 因為這樣我們再去bug比較方便 好可是你玩比較久其實一個一個人都沒有關係 因為 眉條對方的線 不是因為顏色有什麼不一樣 眉條都一樣 只是習慣上來講的話 我們的 如果是 帶電的 就是所謂的正極的 一般會用比較鮮豔的顏色 好那如果是 富奇就是一般我們講建議 會用黑色 或者是叫灰色 比較 就是 比較沒有彩色的 所以呢 現在你可以像我一樣 來 拿起來 那 你這個東西呢 我先 換到簡報第87月這邊 你也可以一起看一下 好 你看我們把 我把它放下來 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這個 對不對 只是我現在方向跟你 跟簡報上是不一樣 這樣翻過來 這樣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VCC就是我們講的電源 好就電源 下面這個GND 就是接地 那再來他有三條訊號線 好三條訊號線 所以呢 我一般在接的時候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就是你在接的時候 假設你們家 排線還是好的 我就照這個順序 有沒有 我就照他上面的順序 因為這樣子我接到裝置上的時候 比較不會弄錯 待會我要找的時候也比較好找 所以我就 你可以一根一根接 也可以一次接兩根三根 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要 接兩根接三根 也OK 如果插不進去你就一根一根接 好因為他有的 你們的那個裝置 因為大家借來借去的 所以很多都 已經 腳位這個腳位會不會用歪掉 腳位會不會用歪掉 所以 你可能 一個一個接相對比較容易 那你們在接的時候呢 稍微留意一下 有的人接到這樣子而已 有沒有 就他可能沒有把它 推到進去 你可以用稍微指甲 再往前再推一下 再往前推一下 但是也不要太暴力啦 因為我上兒童班 有小朋友 就把這個腳就折斷掉 這邊 110 110 你要焊接可以啦 我們那個阿丹老師很厲害 他會焊接 他就幫我救回來 好你就稍微推一下 真的推不進去 因為不勉強 你就慢慢推 那我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準備來把它 這邊的待會再接到什麼 開發板上 我先等過一下 你們現在大部分應該都是一條一條的啦 對不對 因為都被玩得差不多了 反正那個是可以撕開的 現在呢就來把它接到開發板上 為什麼我剛特別講說我這樣子 如果你是連載你比較好接 因為你會發現我這樣 我要對 我第一條 VCC 是不是就是棕色的 所以我只有找這邊棕色的過來 我的棕色 我們 這裡呢你可以接到這裡的VCC 你看我們開發板上面 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個VCC 你可以接去 事實上他接3.3也可以啦 不過有的3.3 雖然可以但是 64顆 對了忘記問一下各位 這上面有幾顆啊 不小心把答案就講得出來 有沒有 8864 所以你要顯示部分的中文也可以喔 因為呢如果你接在3.3 有一部分的 會64顆假設你要全部一起亮會亮不起來 因為電壓不足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是直接接 那個VCC 因為那是五分色的 第二條 你看我這邊第二條 我是 比較偏 紅色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找這邊的紅色的 你不用擠 就一條一條對 因為 接錯了 就比較麻煩一點 雖然是不會燒掉的 但是 大部分會燒掉的情形都是正負幾間電檔 好 GND 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我們上面的喔 我的DIN 這個訊號線我就接到 16 14 跟05 16 14跟05 所以我在這邊 我的第3條 一條一條我的是橘色的 16 我就接到這邊的 16 因為其實 你整排的我們要收納比較方便啦 如果一條一條的你就覺得 那個麵條有沒有 四處的翹來翹去的喔 比較不好 不好整理 好 第二個我接到14 我的是黃色的 好 再來我就是把它接到05 最後一條綠色的 事實上你接其他腳位也可以 比如說這邊有04 0002啊 這些都可以 只是 我先 先照簡報的 所以我這樣子確定好了 有沒有 這個 這邊有接到了 對了 剛剛忘記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們的 L1點舉證 前面跟後面是 這個針腳 你要接在 有這個的 這邊喔 接在這邊他是串接用的 就串接第2個第3個第4個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仔細去看我們那個 大部分像那種長條形的有沒有 討碼跟那一種 他不是一整條 他是那邊接起來接起來接起來 在裡面是讓有那個接起來的 所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我如果上小朋友的我都會說 請拿來老師檢查一下 你們有需要嗎 我還是會去看一下 先確認一下 OK的 我們再插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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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